消防隊員趕緊現場 立刻將傷者抬上單架 緊急送醫治療 因為不久前 這裡發生火警意外 費了好一番功夫 終於成功撲滅火勢 周遭住戶惊恐逃生 回想事發當下 無稽猶存 事發第一時間 有民眾疑似聞到燒周位 雖然當機立斷打一一九 但是大火無情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目前來的話 就是來的時候 他們有聽到說 有一聲爆炸聲 他們還馬上去報警 事發就在八號晚上七點多 桃園區龍獸街 一處民宅內 根據了解 其火護共四人同住 包含八十五歲 曾祖母 五十七歲外婆 八歲小男孩 以及他的母親 其中祖孫倆被救出時 失去呼吸心跳 外婆送一搶救 人回天乏術 曾祖母則是 明顯死亡 雖然燃燒面積只有五平方公尺 卻造成兩死異傷悲劇 一家四口 天人永隔